我們今天繼續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增加網頁APP的功能 那就是目前為止我們學到了網頁APP的功能 使用者能夠進行的互動都非常有限 基本上就是我已經預設好一些 就是有點像Google表單那種問題的回答 那你要怎麼樣大量的跟使用者交流資訊呢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請他上傳一個檔案 那所以說上傳檔案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簡單實際上也不太容易 因為你可以想一下我們在Shining的架構裡面 它的Input就是一個原件 那個原件通常都是個數值文字 然後到Server端進行運算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原件叫做FileInput 那這個東西它可以拿來讀檔 那讀檔我們之前常用的讀檔的函數叫read.table 或read.csv差不多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試著 來就是首先你就先下載範例資料 然後下載範例資料之後你就把它讀進來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好那我們來讀一下 這個讀檔應該大家不會有問題啦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讀檔 那就是我把Lesson這個今天是13課吧 Lesson13 好讀進來 好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啦 對不對這個讀檔大家已經非常熟悉了 好我們的問題就是 然後除了head以外 還有一個函數叫summary 這兩個函數啊 這可以幫助我們看到這個檔案大致上的面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 就做一個非常簡單的APP好了 就是 你上傳 你給使用者上傳一個檔案 然後我就把這兩個 秀給他看 就這 就這麼簡單就好了 那你要秀出這些東西 你會不會 應該也不會覺得很難吧 因為上禮拜 現在我們有那個什麼 我們有看到一個就是那個 reson printer 的那個函數 可以去直接把R元的這個就是 你直接 下comment line的之後 然後他的那個response 直接把它秀出來嘛 對不對 你們應該還有印象有這個玩意啊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先給一個範例 好這個範例的UI長這個樣子 我來我再教大家一次 就是我們要學這個 就是我們要 我們現在如果要學習這個就是 呃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學習這個 就是APP的話 要寫APP我們要怎麼學 首先我們就是 人家已經給一個範例 就UI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UI貼上 然後接著我們再把Server貼上 然後你先不要試圖去解讀他的語法 先不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什麼都先不要管 我們就按RUN APP就好了 好那現在是不是 現在是不是 你看到了 有一個地方可以上傳 然後 這個 在沒有上傳之前 他是不是告訴你說 You have to upload your data 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把剛剛那個 檔案下來下來好了 好 另存新檔 好我們把它放到桌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 browse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去找 這個檔案在哪裡 好到桌面 我是不是找到這個example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就按了example之後勒 欸你發現了沒 他 他右上角 右上角是不是出現了那個 就是summary的結果 對吧 右下角出現什麼 前幾個raw 這個看起來這個稍微動一下 他是不是 數目就有一些變化 對吧 那我們現在了解了這個APP 它基本的架構原則之後 就是顯然就是先輸入一個檔案 然後這邊是有個 這邊這個灰色字就是help text 對不對 這是一個簡單的說法而已 然後接著這邊有可以告訴我 可以控制這個 然後我就出現了summary跟這個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UI 來看著喔 header panel 是不是標題 啊標題不重要啦 這個你隨便要寫什麼都可以 大家都很會改 slider panel 有兩個控制元件 一個是file input 一個是slider input 那 中間有個help text 那我們來看一下file input 它有哪些參數 等一下進server端的時候 它的物件名稱顯然就叫files input裡面的files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 這裡是給人家看的 這裡是給人看的嘛 對不對 後面有一些參數 multiple false 喔 所以我不接受 一次只能上傳一個檔案 那 accept text plan 意思就是 這個 我只能夠上傳txt檔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然後 這個 slider input 就是input裡面的n 就是一個數字嘛 一個 介於5到20的數字 那其實只是10 好然後 main panel 我的output有兩個 一個是 這個 這個text output 一個是table output 那這是summary跟view 所以等一下你在server端 你是不是已經可以預期看到 output裡面的summary 它等於什麼東西 它等於random printer 然後裡面有一堆有的沒的 把它包起來對不對 好然後 view view這個table output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們第一次學到嘛 對不對 但是output裡面一定有個 output的view 然後它又是等於一串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了解 UI它就長成這樣嗎 好我們到server 看一下 好前面的結構 都是完全一樣的 對不對 這個外層結構是完全一樣的 裡面結構 outputsummary 等於random printer 小括號大括號 if file is known 這個 input file input file 如果是nun的話 就是什麼 就還沒有上傳嗎 你看到了什麼 you have to upload your data 就是我剛剛 我剛剛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嘛 對不對 好 那另外就是 else的話 read table input files 裡面的datapath 好原來 你直接files 它files是一個fileinfo 那其實你還要去read 它裡面的datapath 才可以去 這個 才可以去 就是才可以去讀檔 這就是它的檔名 這就是它的檔名 這樣懂我意思 或者它的路徑 你把它讀進來之後 直接summary 好這樣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樣夠簡單了吧 有了解整串邏輯嗎 input裡面的file 這個file的名字 是被前面指定的 就是前面這個 前面這裡指定的 好 然後它裡面的datapath 那這個就是固定的囉 它一定 檔名 就是它的路徑一定就是這個 好 然後 這個 如果是view的 它就是random table 它table output table output table output 在這裡 它跟random table是一組的 好 它去 把 data把它head出來 head就是 顯示出前幾列嘛 那它需要輸入一個參數 那那個參數就inputn 好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app 我們再看一次它的功能應該是 大家可以了解吧 這樣可以齁 好 如果你可以了解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你的練習要做什麼事 好 練習要做什麼事咧 就是首先 就是上節課 我希望你們不要直接去看答案啦 因為這題其實也沒有很難 那 上節課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交radio button 好 也有交plot output 也有交random plot 好 所以請你現在要做什麼咧 就是 你把這個圖 你這個data 放上來之後 除了做head 除了做summary 其實還可以做plot 我直接對它plot喔 你先不要管這張圖有什麼意義啦 好不好 就是 總之就是這個data進來可以做plot 對不對 好 plot出來 欸這就是紅色的點 那 這個color 你顯然可以把它改成blue嘛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請你啊 先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然後你就直接複製貼上它就可以用了 對不對 請你加上一個 radio button 讓它選顏色 然後在 output的部分 加上一個 圖片的顯示 那在 server端你顯然就需要一個 random plot 然後去把 這個data讀進來之後 然後把它plot出來 用你指定的顏色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希望 你based on剛剛的那個app 你based on剛剛的app 你可以 在 這裡 給一個顏色的選擇 在這裡 在上傳的data以後 在上傳的data以後 下面 你可以畫出一張圖 然後根據你指定的顏色 把那張圖畫出來 好不好 這應該沒有很難的 我們把時間給大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你最簡單要怎麼改啦 對不對 好不好 這個 最簡單就是 你現在需要加個 radio button 大家注意一下我是怎麼 怎麼開發的喔 我 因為我上個禮拜有教大家 有些人可能忘記了 我希望 radio button 好 主要說這個是color c-o-l-o-r 然後我這裡就是直接跟他講說 select please select 呃 color 好然後我這裡 給他就是 red 大寫red等於 小寫red 好然後 我就寫兩個就好了 我這 比較懶啊 等於blue 好 好做一件事情 當我打完這一行的時候 我教大家要做什麼事情 欸你 那個server不需要馬上去改啊 對不對 請你先按下run 你看到他了對吧 你看到他了對不對 當然啦 你現在 你現在 你以為你還沒有設計 based on他之後的反應啊 所以他不會有任何反應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好可是 就是我這個開發流程 我希望大家就是習慣啊 就是 我寫完一行我就去run下來 不會怎麼樣嘛 對不對 UI先寫 好UI寫完之後 我知道我要畫圖對吧 所以我來 我這裡鐵定是要有一個plot output 對不對 plot output 好然後 我這邊就叫 plot plot好了 我就叫他plot 好 我現在這樣按下run 應該是不會有任何改變啦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那個plot那個物件 我還沒有去指定他的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你看 即使我打完這一行 即使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我還是按下run喔 為什麼 因為我怕到這裡 我可能不小心就出錯了 他很多就是不顯示嘛 對不對 有時候你們可能會忘記打個豆點啊 什麼的 啊你按下run就會error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 所以我希望你們是 你們可能是 就是 沒做完一步就按下run 好接著在server這裡 我需要一個 output 裡面的plot 他等於 randomplot 然後 大括號 然後裡面要放東西了對不對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前面的先複製下來 因為 如果 因為他們前面要做完全一樣的事情嘛 就是先看file有沒有上傳 有上傳的話我就先把檔案讀進來 然後 我把這個東西改成plot 然後 然後 input 然後color color color 改成input裡面的 欸 input裡面 我是叫color嗎還是叫什麼 好color 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再按一下run 好 理論上他就應該要有效果囉 欸看到了啦 欸 怎麼會這樣 喔 因為他不叫color啦 他叫col 我想起來了 他叫col 好 我們再按一下run 好再一次 好看到了吧 這樣是不是就改完了 好 但是這樣改完了 這個是 這個就是我 其實我預期大家應該做到這一步 不會有任何問題的啊 就是 其實就只是加一個東西而已 你如果覺得這樣加 你記不起來很困難 其實上一節課就有 plot output跟這個 就是radioplot 這些 randomplot這些可以抄嘛 對不對 好 我現在講的是說齁 就是大家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三個 這三個 模塊 他是不是分開讀檔 分開讀檔 現在我們的data很小 所以說 發生了什麼我就讀一下 發生了什麼 然後我同時 我這樣相當於讀三次檔 那這樣子其實還好 你那個檔案如果夠大的話 你就會感受到慢了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 先把檔案讀進來 然後再分給這三個 模塊去做運算 答案是可以的好不好 但是你需要一個 我沒有教過的功能 就是 舉例來說你在這裡打 data reactive 這個功能我沒有教過啊 所以不會是正常的 但是我只是把這個功能現在交給你們 好 然後你把 你把這一串把它複製上來 好 然後 data read的進來之後 你就直接return return 然後這裡 好就直接return data 所以對於這個data來講 大家注意自己 Shining Server在寫的時候 它一定要一個模塊一個模塊去寫 這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我在這裡我要怎麼 叫到 這個 模塊咧 我就變成說 data 等於 好這樣子 這樣子就相當於我把它叫過來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把它叫過來以後呢 if is noon 那我就做這件事情 else 我就 我不是讀檔 我是直接summary 這樣可以啦 因為我現在 大家注意那個順序喔 檔案進來之後 它會先進這個模塊 檔案進來先進這個模塊 然後把 如果 那個 如果它是 is noon 等於處的話 那就是return nothing else的話 我就把檔案讀進來 然後我把它 這個東西return出來 那是跟著這個東西跑的 那我現在要summary 我就只要 把這個東西讀進來 如果它是 noon 代表沒有讀到檔案 告訴他 你需要 upload data 然後else的話 你就直接summary就好了 所以在這裡 我也可以改成 我也可以改成這個樣子 然後把 is noon 這裡 改成 is noon 如果你這樣 拿到這一行 就可以刪掉了 如果你夠熟練的話 你就會發現 那我其實可以直接這樣子 然後我把這一行刪掉 好 這樣 我們現在來按一下run 好注意喔 它的效果 你看起來它的效果 會完全一樣啦 好不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這個就是我 這一堂課 我在這裡 準備的練習題的答案 我練習題的答案 有把這個東西先讀進來 然後 這個 就是把這個 暫存的這個結果 我把它 直接做應用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子 我在r圓裡面 我讀檔就不用 我就不用重複讀三次 那如果你的data夠大的話 你可能要去設計這個流程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這個東西 你不會寫也沒有那麼嚴重啊 你不會寫 那頂多就是速度慢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 或者是 你如果一個APP功能太複雜的時候 你就效能就是重點了嘛 對不對 我就需要 我就這些流程 我就需要去 非常清楚的去改變它 這樣子 好 我們在這個練習題 我們學到的 這個東西 好我們現在已經學完了 我們現在第二節 我們要學什麼東西咧 我們現在要開始 完整的跟大家介紹 每一個互動物件的功能 那這樣子你才有辦法在APP裡面 增加一些 就是發揮一些創意嘛 對不對 不然我現在學到的 只有學到slider input radio button numeric input 然後跟這個file input 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堆可以當input的啦 好不好 這個 你直接學完之後 它的功能絕對比google表單更多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請你直接下來這一個 用筆電的同學可以直接下載 好不好 下載完了以後 你把它解壓說 你應該看到一個這個 就是這個資料夾 然後裡面有 UI Server UI跟Server 這樣可以吧 好我先把原來的這個關掉 好請你點開UI 你先看Server 你會發現 欸好我們先看UI好了 這個 就是 很長嘛對不對 100多行 好這個我並沒有要叫你們現在讀喔 現在請你按一下ROM 跟著我一步一步看 來 來 你現在看到了 這裡是我demo出所有的控制元件 就是比較常見的啦 好不好 就是有一些比較罕見的我就沒有demo了 來 這裡你看 你看到了什麼 來這邊有Submit Button 按下去之後 欸這裡數字會改 Submit Button 喔原來 這個如果我需要這個就是 如果我需要設計一個什麼程序這樣 按一下才進行 其實我就可以用這個Submit Button 對不對 按了它這個就會改 對不對 好接著 Single Check Box 欸 Go 喔等一下它的 它在Server端裡面是True跟False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Date Input Date Input 你看我這邊可以隨便選一天 好可以隨便選一天啦 這個 這個功能已經 這個功能已經非常強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隨便選一天嘛 對不對 好然後 在這裡它就是一個日期的格式 這樣可以齁 那 File Input File Input 我們剛剛學過啦 我們 就 好 File Input 你發現它的Report是什麼 虛擬路徑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 在Server端到底是什麼 把虛擬路徑印出來了 好到目前為止 你應該感覺出來一件事情啦 我設計給你看UI就是 我設計一個元件給你 然後我在這裡 就是那個Random Printer 我把 那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把它秀給你看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接著 Track Box Group 跟Single Check Box不一樣喔 它輸出的不是True跟False的 是你選到了哪些 這樣可以吧 你選到哪些 它不是輸出 True跟False了 因為它現在有Multiple的輸入嘛 對不對 來 Date Range 那你就是一前以後 一前以後 好比較特別的是 你可不可以這樣輸入 也可以 這樣可以吧 你可以一前以後 但是它的這個 它就是給你選兩個啦 Date Range Input 就是給你選兩個 這樣可以齁 好 Data Download 欸這個很特別欸 我們按一下看看 喔這居然Download下一個檔案欸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到底裡面寫成什麼樣子啦 所以居然還可以讓人家下載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長這樣 好下載一個檔案 OK 好 Radio Button 這個我們學過了嘛 這個很簡單 對不對 好來 Text Input 123 好這個應該也不會那麼難嘛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輸入文字的東西 好 Numeric Input 100 好 -100 你如果亂輸入 它就會出現NNA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 這個 基本的 簡易的 控制元件 你應該已經學會了嘛 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它 語法要怎麼下好不好 但是 你現在知道有這麼多功能喔 我現在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忘記了沒有關係 你就把那一包下來下來 然後你就 你沒有靈感 你不知道寫程式到這裡 你需要用什麼控制元件的時候 你就去那邊找一找 看一下 欸 我到底要用什麼 好 欸這邊是simple的 我們來看複雜的好不好 來複雜的 欸 slider input 居然被我說是複雜的欸 對不對 欸 這個複雜在哪裡 這個不是我們學了嗎 對不對 這個難在哪裡 來難在這裡 欸你看到 它居然有range slider欸 這很特別吧 這樣可以吧 range slider 好這樣可以 這個 那就它就輸出了兩個數字嘛 來特別的在這裡 looping slider 欸這裡有個 這裡看起來有個按鍵欸 我們按一下好了 很特別喔 它在跑對不對 欸 那我們先把它拉到這裡來 再來 它也可以循環 好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種東西可不可以搞出來的 欸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欸 就是 假設從第零章到第100章 是一個動畫好了 對不對 或者我想要去 我想要去看一下 比如說有時候 我們那個統計圖 它搞不好參數是 比如說有第三個軸好了 對不對 就是 有 就是有 XYZ三個軸對不對 那我沒有辦法同時呈現三個軸啊 那是不是可以讓它 欸 欸 欸 你自己按對不對 你想要到哪一個軸啊 你還可以看動畫 所以這個功能已經很重要了 對不對 好再來 Single Select Box 欸這個我們上節課也有學過對不對 就是選擇那個 Conditional Panel 選擇哪一個 分布的時候用的嘛 好 欸 你看這個 這個是算簡單 它跟Radio Button一樣 對不對 欸可是它有好幾種變形喔 你看 欸 你先看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已經選好了 這一開始它是沒有選好的 也就是使用者如果沒有去特別 它一開始開 進入那個網站的時候 如果它沒有選好 它是可以是Return空的喔 啊它一選好了以後 就回不去了 就不能再選空的了 這樣知道了吧 欸這兩個 有一點細微的差距 有時候看你可能要用哪一個不一定 好 Multiple Select Box 你看 第一個 欸 那你按Ctrl就可以多選 這樣可以吧 欸那它輸出就是 它有點像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Box Group的那個感覺 有點像前面這個感覺 對不對 但是它有什麼好處咧 你看它限制在一個 固定的大小裡面 那你可以去 就是你可以 你就是 反正它的樣子就長不太一樣 對不對 好那 這個東西是什麼 來它也是Multiple 所以它是這樣子的 那你要怎麼刪掉咧 那你要怎麼刪掉咧 你用這個 就是這個 backspace backspace鍵可以把它直接刪掉 或是你可以點選按Delete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 這個可以是有順序的喔 注意這個 這個方式它是有順序的 這樣可以吧 好我現在要刪掉這個 Delete掉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的 它實際上 在語法上是怎麼呈現的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語法 好 首先 ShiningUI進來之後 這個我用了 Navebar Page 我們不算是那個 那個Page with Sidebar 對不對 這變成 Navebar Page 所以它的 模板構型 是不是就長不太一樣 欸它變成在上面選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模板到時候我還會再教很多啦 你只要知道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好不好 包括 這裡有個Tap Panel 然後跟Tap Panel 2 對不對 好這個也不是我們的重點 但是你知道它是在上面 上面這邊變換的 好我跟你講我現在捷克 還會再教更複雜的那個 我們現在這裡就focus在 就focus在這些元件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元件 來 Submit Button Submit Button H3 它就是這個 Submit Button這個字 這樣可以吧 來下面 Action Button Action 1 Label等於Action 好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然後 BRBR BR是什麼 BR是換行 代表這邊有兩個換行 然後這裡有一個 這個 Text Output Action 2 所以你看喔 Action 1 就對到Action 2 他們是一對一的 好我們回到Server看一下 Action 2是什麼 Action 2 等於Random Printer 我直接把Action 1 print出來了 好你如果看我們的Server的話 你會發現 我的任何 Tool 都是直接 把那個 1把它print出來 那個1就是 我直接想要看它的元件 欸你這個技巧非常重要喔 有時候你 知道一個新物 有時候你不知道 你處理到一半 就是你在 Server 端處理到一半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長成什麼樣子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用Text Output 跟Random Printer 直接把那個東西print出來 讓我看看它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在寫R原語法的時候 就是寫到一半 我們想要看一下它的結果的時候 你在Shining Server Shining App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你需要用這個東西 跟它的Random Printer組合 這樣可以吧 那你才可以把東西print出來 好那所以說 Action One 就是 Action Button 就是它 然後 按下去 使用者按下去之後 它的改變是 它會有一個數字 去記錄使用者按了幾下 這樣通過的意思啊 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 Single Tracks Box 它顯然是在這裡嘛 對不對 好來 這個東西叫 Tracks Box Input 這是我們新學到的東西 它的輸出就是True跟False 所以有時候你要給使用者 勾一些選項啊 說 我想要這個 就是我想要這個 就是 你要不要下什麼條件 True跟False 你就可以用 Track Box Input給它 好來 Date Input 在這裡 Date Input Date 1 然後Label 我沒有Label 所以說 它這裡沒有顯示 它這裡沒有顯示描述嘛 對不對 然後直接就是把它 直接這個Date 2 就是直接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直接printDate 1 然後變成Date 2 這樣出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File Input 這個 這個沒有那麼難啊 好不好 這個 那它print出來的東西 因為它重點就是這個Data Pass 這個Data Pass 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剛剛用到File Input的那個東西 好 來 你看一下 這是什麼 欸 你看到這其實是一塊 不知道什麼的路徑對不對 好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 當你使用File Input 這個 這個 這個元件的時候 你上傳一個東西上去 它並不知道你原始路徑 為什麼不知道你原始路徑 你要想喔 以後你是一個網站喔 使用者可能在各式各樣的地方 去上傳一個路徑喔 所以你其實並不知道 原始路徑是什麼 其實你 File Input 是你上傳上去之後 它會有一個虛擬路徑 一個暫存檔被開在 RAN裡面 就電腦的這個 就是 RAN裡面 那你開在RAN裡面之後 它就有個虛擬路徑 那它其實是去讀那個虛擬路徑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邊會有一串亂碼去指定它 這樣 好 然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CheckBoxProof CheckBoxProof 再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 在這裡是什麼 CheckBoxGroupInput 跟剛剛前面這個 CheckBoxInput不一樣喔 好不好 那你要下參數就是元件 然後給人家看什麼 然後這裡 Choose1等於1 Choose2等於2 Choose3等於3 所以說在這裡 你看到的是 Choose1 Choose2 Choose3 然後Output的是123 那注意 Select12 就代表 Default你要先選好1跟2 給人家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再來 DateRange DateRange就是 給它Date1 然後跟 然後 Start是多少 End是多少 你也可以去限制 Limit它的範圍 你要Limit它的範圍 這個 你自己打這個問號 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不好 這個我就不打 我就不展示了 好 DataDownload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按了一個鍵之後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按下來對不對 Download2 我們來看 Server端Download2 展的怎麼樣 Download2等於DownloadHeader 然後 FileName等於DataCSV 然後我把 Cars這個Data 叫進來之後 直接寫出去 Cars這個Data 是R語言裡面 R裡面的Default的Data 這樣可以了解 有意思吧 直接寫出去 所以這按是怎麼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的 APP 我們的webAPP 是 使用者可以把檔案上傳上來 然後我經過一些處理之後 我再給它一個Download按鍵 讓它下展回去 這個功能是不是越來越強大了 你們現在已經開始可以想像出一些 很多有的沒的功能 來繼續 RadioButton RadioButton不教了 這個太簡單了 這個我們剛剛就學過了 之前就學過了 TextInput 來 這個 輸入一個Text 那 Return出來 這個NumericInput NumericInput 這個很簡單嘛 對不對 這些都已經會了 所以這個 Simple的這些部分 這些簡單的控制元件 你應該都已經會了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複雜控制元件 複雜元件裡面 Single Slider Slider Input 這個非常簡單嘛 就是 最小值最大值 初始值 這個我們之前就學過了 這樣可以齁 好接下來 Range Slider 最小值最大值 這個還是一模一樣 差別只在 你的Value 一開始給了兩個 你只要給它兩個起始值 他就知道 你這是一個Range Slider 不是一個Single Slider Input 這樣可以吧 好這非常簡單 就是你在下參數的時候 你給兩個數字就好了 好那你如果想要這個 我們再看看 剛剛這個神奇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來 Slider Input 給它一個控制 給它一個動畫的控制的這個 就是這個 物件 我吸入Interval 200 代表是 我每 每 我按下那個按鍵之後 每這個 就是每這個 0.2秒 就0.2秒 我就給它這個 就是 就給它這個 就是 往前一格這樣子 Loop 等於True 代表 最後 最後它到了100以後 你再按 它會回到原點 那你如果Loop等於Force 它到100 就停下來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這個都是可以控制的啦 好 那接著 Select Box Input 你看這裡 全部都是Select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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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吧 好差別只在 如果你只要Single的話 那你就是 你就是什麼參數都不要下 那就是Single 就是最簡單的 好 如果你給它下了這個參數 你給它下了這個參數 在最開始的時候 你看 Choose...等於這個 等於空的 那這樣子的話 它最開始就是選擇這個 選擇空的 但是它 這個就是選完了以後 就回不去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去瞭解使用者 有沒有下過一些決策 比如說它在這裡 是不是問卷到底有沒有點過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不是說 有一個Default的值 好 我換個講法好了 舉例來說 我今天 要做這個 教師滿意度調查的時候 這個教務資訊系統 你們不是都要選嗎 對不對 你 如果強迫學生 一定要看過那個題目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按鍵 對不對 它如果沒有點 它如果沒有一個一個親自去點 那它是沒有辦法 它是沒有辦法 下一頁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如果你用上面這個的話 那它很有可能 就直接按送出就好啦 對不對 好你會發現 現在是直接讓你送出吧 對不對 這是為了避免大家困擾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Multiple Select Box 那這裡是 這個 你 你又多下了什麼條件呢 Multiple等於True 但是這個是等於False的話 你看到的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你 Multiple等於True 然後這個也等於True的話 那你看到的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基本的控制元件 我是不是都介紹的差不多了 對吧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等一下你要做什麼事了 你基本上就是 我跟你講齁 就是你把這些東西你先下載下來 你再考 稍微看一下它 我已經做完整的介紹了 可是 現在的關鍵並不是 你要怎麼去學它 你應該是說 來我現在已經跟你開菜單了 來看著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剛剛那個 練習題 剛剛的練習題 我剛剛是不是寫到這裡來 你如果還沒有寫到這一步的話 請你去貼練習的答案 練習的答案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嘛對不對 好 可是啊 現在我又多了 就是 我現在又多了幾個功能需要 來 主要就是 允許使用者上傳範例檔案 這個本來就有 這個功能本來就有了嘛 對不對 來 可是現在上傳上來之後 是不是馬上就分析了 對吧 請你 設計一個Action Button 使用者上傳完之後 欸 不是就馬上分析 是按下按鍵之後 才可以畫 才可以 才可以把圖畫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接著 使用者可以選擇散布圖的顏色 這本來就有了嘛 對不對 好 讓使用者能下載這張 這張散布圖 欸 這個你顯然就要用剛剛那個Download Button 對不對 那Download Button 你要怎麼去下載咧 你下載下來一個PDF檔 這個PDF檔的檔名長這個樣子 檔名在這裡指定嘛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顯然需要先把檔案讀進來 檔案讀進來之後啊 你這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這個控制元件這裡 來 Server端這裡 這一個東西就是Default的檔名嘛 對不對 Default的檔名 進來之後是Con這個參數 為什麼因為使用者會改 使用者不見得接受這個Default檔名啊 使用者可能會改 改完之後 這個Write.csv在這裡是不是file name的地方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這裡是不是叫DefaultData DefaultData叫出來之後直接把它寫出去 你現在必須把它改成 注意喔 Data先讀進來 讀進來了以後 你先PDF 然後把這個檔名 PDF 然後檔名 CON PDF CON 代表我現在要開一個空的畫布 這個我之前好像有教過嘛對不對 開一個空的畫布 PDF文件 然後用某一個檔名去開 開完之後 請你 畫畫 畫畫完之後把這個檔名關掉 那使用者就可以下載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請你試著把練習二完成 你需要Base on練習1 然後試著把那些控制元件加進來 主要就是兩個啦 Action Button跟Download Button 那你這兩個都做完之後 你再試一下看有沒有辦法做其他的 這一題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要怎麼把我們的願望加進去好不好 來第一個 按下按鈕 按下按鈕這個最後好不好 這個因為我的答案裡面沒有按下按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答案會少了按鈕這個東西啊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既有的這個 既有的這個 就是本來就有的 這個是剛剛練習二 欸練習一 剛剛練習一的這個東西喔 就是 我再按一次 好這個就是剛剛練習一的東西嘛 那我首先啊 呃我先把 我先把這個就是 Summary跟View把它刪掉好不好 這兩個其實不用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我先把它刪掉 然後我刪掉了以後 我在這裡 我先把這兩個刪掉 好那我們現在按一次Run 先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好是嘛 現在只有圖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現在想要給他一個download按鍵 那我想要把download按鍵設在這裡 注意喔 我沒有設在這裡 左邊我是在右邊喔 欸 右邊可以放 右邊可以放這個 那個 button嗎 可以放控制列嗎 欸還真的可以啊 而且其實我跟你們講 其實你們 其實你們把這個東西放下來是可以的 其實他就只是分兩邊而已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 你要放在左邊還是右邊是都可以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現在啊 我需要把 我把這個東西刪掉 好 因為這個東西用不到了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我要去把download的那個原件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來我們到 這個basic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download的原件在哪裡 download原件在這裡 對不對 download button嘛 好 我把它直接複製過來 好 然後我的 我先這樣就好了 記得我怎麼開發的嗎 就是 我UI寫完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run了 反正他後面沒有事件 也不會怎麼樣 我先按一下run 欸 怎樣 有時候要重整 欸你看這裡是不是有個download button 對不對 我們再上傳一下 這裡有download button嘛 對不對 好 我按 只是按了不會有任何反應 下載這個不知道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我download button 我要怎麼寫到我的server端裡面 我們現在 我 我直接跟你們講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就是我先直接複製 好 當然這樣下載的東西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 因為這個下載下來是那個cars 那個這個data嘛 對不對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先儲存然後再按一次run 好download data 欸 Data download下來了 好 所以說 我現在就是based on這個繼續改喔 based on這個繼續改 我怎麼改勒 首先 plot.pdf 這是我的預設檔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我要在這裡我要畫圖了對不對 一樣我先把data給讀進來 data先讀進來 if data是run 那我就什麼都不做 else 我要做什麼事咧 首先我要先用 我開了好多個我先把它關一關 首先我現在要先用pdf這個函數去叫那個檔名嘛對不對 所以來看pdf con 然後我要把plot之後dev.off 好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 我是不是就 把它搞完了 來如果有data我才畫圖喔 沒有data 沒有data我是不畫圖的喔 有data我才畫圖喔 好我們現在按 來run 再一次 好你現在我現在還沒上傳data 直接按downloader 失敗 沒有下來下來 好我現在上傳data downloader 是不是download下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 如果 如果敢blue勒 再downloader 下了下來是不是blue的 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說 我目前你現在看到了什麼東西 就是 我download button已經射完了對不對 好我現在要加action action的加法按照我們剛剛的做法 我們再來UI端我要加個action button 對不對 我怎麼做我先到這裡來 去把action button把它幹來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在radio button 呃我們在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好就叫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run 這裡是不是有個action 可是當然啊 現在有這個action跟沒有這個action 意思是一樣的 我 我有沒有按 我有沒有按都是一樣啊 我現在按了也沒用啊對不對 因為我還沒有去設置後面的那個事件 對不對 好那我要怎麼設置後面的事件呢 來 還記不記得它是怎麼去產生的 它 一開始的時候是0嘛 之後就是1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我是不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來 我 現在說else 我再問一下 if input 裡面的action one 它等於等於0 那我一樣return nun else 我才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使用者如果 從來沒有按過那個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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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沒有按過那個按鍵 我上傳 它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 因為現在沒有data 我按下去之後 東西才會出來 可是這個樣子寫法有個缺點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我現在如果先按一下 它是不是0已經變1了 這好像 不是很符合邏輯對不對 好 所以我現在來告訴你們 有一個 這個東西就是 一樣 我沒有教 但是我現在 就是我現在才教的 我沒有寫在講義上面 來 來 我們把這個reactive 函數換成event reactive 然後它第一個 是 它第一個參數下 action1 也就是說 action1 要按了以後 它下面這邊才會執行 這樣動而已 是吧 好我現在 而且這個函數有什麼神奇的事情 我現在來示範給你們看 好我現在 然後我現在重做 來 現在我變event reactive 然後用action1去 trigger它 然後讓它去做事 來我們按下run 現在 我現在 隨便按個幾下 按完之後我現在browse 道歉不會做事情 你一定要再按一下 它才會做 你再按一下它其實還是有做 但是它 只是說因為它剛剛已經做過了 好厲害 是厲害在這裡 我現在把它改掉 我現在隨便上傳一個垃圾 好我就上傳這個捷徑好了 欸等等等等 這這這 好這樣好了啦 我做一個實驗 我故意把這個檔案 呃我故意 好我故意這邊就是有個複製檔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檔案 好這個檔案我刪到只剩下幾個 只剩下這些 喔就是 檔案很少嘛 好不好儲存 好你 你現在注意件事情喔 我現在回到這裡來 好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做什麼喔 我如果現在按複製這個檔案 欸你發現了什麼 我上傳了 可是這裡圖沒有改 對不對 它還是剛剛那個圖喔 我現在按一下Action 它才換圖 你懂我的意思嗎 ActionButton跟EventReactive 它們的結合 甚至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去凍結那個 凍結那個事件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再做一次 我現在 把它 換回 舊的Data 欸你看點還是一樣少對不對 我按一下Action 它才會做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後面Download 當然跟這個是完全聯動的啦 因為我們反而就設計好了 所以說 我的這個ActionButton 它是怎麼樣去運作的 大家可以了解了吧 好不好 我剛剛沒有交EventReactive 即使沒有交它 它還是可以做出來啦 只是一個比較 殘廢的狀態 就是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都會做了 這樣可以齁 可是對一般的使用者 它搞不好看不出來 因為正常來講 正常的使用邏輯的話 你應該不會先去 目前要按個按鍵嘛 對不對 你應該是先 上傳然後再按鍵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 了解了這些東西以後 好我現在 我現在要這個就是 我現在要 我剛剛不小心把我的獎益關掉了 再開後來 我們要上第三個小節 來來來這裡這裡這裡 好 我們繼續上 那剛剛 我們到目前為止 學到的東西 其實已經 東西已經蠻複雜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 有一個困擾 好 就是剛剛我們上傳檔案的時候 這個檔案 這個 如果 我們現在是不是 plot出來 就是只能把整個檔案把它plot出來 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選擇 特定的 欄位plot 可不可以 好 當然是有機會嘛 對不對 舉例來說 我現在在plot的時候 舉例來說我在plot的時候 我指定它是plot data裡面的 height跟data裡面的 這個 weight 好 再按一次run 欸怎麼變那麼慢啊 這個是 height跟weight 對不對 好 可是 你注意到了什麼 你不喜歡的部分 就首先 第一個 你是不是把height跟weight 寫在這裡 那當然你可以去 UI 你可以在UI寫說 請你選擇x 請你在五個裡面選一個x 那請你在五個裡面選一個y 對不對 可是這樣選有什麼缺點 是不是 如果你上傳上來的檔案 它的變數名稱是未知的 那你就會非常困難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可能沒有辦法知道 你一開始可能不知道 使用者會上傳哪一份檔案啊 他變數名稱是什麼啊 你可能不知道啊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希望做的事情是 使用者 把檔案上傳上來以後 我先看一下他有哪些變數名稱 然後我把那些變數名稱 回傳給UI 請他顯示 請他給使用者選說 你上傳的變數名稱有這五項 請你選擇哪一個是x哪一個是y 然後根據這個選擇 我再回到Server 去做畫圖的運算 然後再呈現給你 你注意到這跟Conditional Panel 有什麼不一樣了嗎 我們之前以往的ShinyAPP 都是UI進Server 然後Server運算出去就回去了 就回到UI了對不對 那Conditional Panel 是在UI端直接就決定 我要 我是直接控制UI端的參數 他還是只有進一次Server 然後就回去了 我現在想要的願望是 UI進Server一次之後 他再回去UI 然後再根據這個UI 再回到Server 再回到UI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要怎麼樣做這件事 我需要一個 這個東西就叫 使控制區的參數 隨著Server的狀況做改變 好不好 我把這個功能命名稱它 好 我要怎麼做 來 這個Linear Regression 這個我們就不秀了 好不好 這都不重要的東西 就是 你有兩個Variable之後 你當然可以做Linear Regression 這樣可以吧 但是重點是我怎麼樣 讓使用者去知道 那一個 你現在要選哪一個 Variable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頁 好 來 你需要用ColorNames 如果你忘記了怎麼樣去把 這個Variable秀出來 你要記得 是ColorNames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 你ColorNames做出來之後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選擇變數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用這種方式的原因是這樣子 是 使用者只能回傳 他選擇了 你給他Radio Button 或給他Select Input 他只能夠回傳文字 對不對 所以你不可以用前號了 你要用這種方式去叫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選擇變數 好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現在我們要介紹 Random UI跟UI Output 這兩個坦數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做事 好 我們先複製貼上 好 我們先複製貼上 然後看效果 好 首先我先上傳一個檔案 對不對 來 我們上傳 我們就上傳這個檔案 你有沒有發現 上傳完了之後 它這裡可以選了 對不對 而且就那五個變數喔 好 我現在如果很調皮啊 我來做一件調皮的事好了 我故意把這個東西改成 改名字 對不對 改成 這個 隨便改一個名字 好 儲存 好 我們再做一次 呃 我們重整好了 重整 欸 這是不是我剛剛打的那一串 亂碼 對不對 所以 你先選一個Dependent Variable 那你選了以後 你知道這裡厲害在哪裡嗎 欸 你選了以後這裡就不給你選 所以你不會選到兩個重複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 你發現了什麼 我首先 我一定要先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首先我要知道有哪些Variable 你才可以選啊 對不對 然後在這裡 我不只要知道 有哪些東西可以選 我還要知道剛剛選了什麼 那我有了這兩個參數之後 我才可以去 產生Linear Regression 才有辦法畫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看一下我怎麼做的 在UI端 來 File Input 這個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來 本來不是Select Input嗎 你看這裡寫什麼 UI Output Choice Column 1 Choice Column 2 兩個都是UI Output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Server 首先 檔案先讀進來嘛 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吧 好答案讀進來了以後 以後 Choice Column 1 等於Random UI 注意 是UI Output在這裡 Random UI在這裡 Random UI是Data讀進來之後 如果 是有Data的話 我就把Columns搞出來 然後 你看我的Return 我Return了什麼東西出去 我Return了一個UI端的 控制元件回去 所以UI Output 跟Random UI 它可以去接收 控制元件 當Output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本來 這裡是 PlotOutput 然後這裡就是RandomPlot 它接收的是圖片的輸出 對吧 在這裡 UI Output 它可以接收 控制元件來當輸出 那這樣子我的控制元件 當然裡面的選項 就可以被我指定 因為我已經知道這個資訊了 我知道現在我有哪些Column 這樣沒有問題吧 厲害的東西出來了 來 ChooseColumn 2 來 一樣 Y我已經選完了對不對 我ChooseColumns 並且 我希望 它的Columns 不要等於 Input Y 不要等於Input Y 我才把它秀出來 所以我現在 這個控制元件 它實際上 你看到是UI Output 它實際上 它是Select Input 這樣可以吧 那Select Input裡面的Y 是 在這裡參線的 所以它是Input裡面的Y 不是Output裡面的Y 它是Input裡面的Y 所以我在後面我要使用的時候 你看我怎麼使用 Data裡面的Input X 等於X Data裡面的Y Input Y 等於Y 然後做Linear Regression 然後做Plot Output 這樣Don't worry 關鍵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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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怎麼使用 Input X跟Input Y 關鍵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應該有把 這樣你應該有把 這個故事拼湊起來吧 就是 Data進來之後 首先 先進來這裡 先進來這裡 得到了以後 我這裡先去取得 我先取得 它有哪些Column 然後我把這個 Select Input 把它輸出出來 變成 UI Output 讓你看到Select Input 這一個物件 這樣Don't worry 是吧 那接著咧 這兩個物件 你選完之後 你等於選了 Input X跟Input Y 對不對 你在這裡 把Summary跟Plot 把它再到這裡輸出去 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了解我的意思之後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個練習題要出來了 就是 請你先 你剛剛 剛剛我來做的時候 我在這裡 是不是只能夠做 Linear Regression 我希望在UI端 給一個Radio Button 問他 你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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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 Correlation 還是Spearman Correlation 那你 設好這個Radio Button之後 那 這整套還是可以運行的下去 那你就成功 那你就把這個東西改成 Person Correlation 或Spearman Correlation 的 result 這樣可以吧 那圖是不用改的喔 我沒有要你改圖 或者你想要 加一些Radio Button 讓圖去選顏色也可以 加一個Download按鍵 讓這個圖可以被Download下來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就 我就請你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你可以 你試著 試著把這個東西去理解 我們給你十分鐘的時間 這一題如果你 就是 你已經非常了解 就是整個 Web App Shiny App的這個架構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 它幾乎不用改什麼東西 你會覺得這題很簡單 那是我故意的啦 因為我想要 讓你看 你是不是有能力 去 很輕鬆的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你都不用改 你只需要做什麼事情 你只需要在 這個 UI Output 後面 再加一個 舉例來說 這個Radio Button 好了 然後 這個 我們就叫做Method 然後 這裡叫做 Please Select Method 然後我們這裡 就給它 選 Person 好這個等於 Person 然後Spearman 等於 Spearman 好我現在按下 我現在重做一次 我為什麼 我再強調的是 我是怎麼開發 就是我首先 我就先看一下這個東西 是不是出來了 我先不要 就是我後面沒有改 這都不是重點 後面沒有改這都不是重點 你說現在這個鍵沒有用 那都不是重點 好 接著 我再來看一下 它其實只有改Method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剛說 LinearRegression 我不想用LinearRegression 對不對 我想要改 cor.test 然後 method 等於 input 裡面的 欸我是method嗎 我有點忘了 好method ok 那我 這個東西就不能summary了 我們把它去掉 好然後 我們來按Rong app 是錯誤的 我看一下 它不能夠用這個 是不是 我確定一下 它一定要 它一定要 就是它一定要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做一次 好你看到了嗎 它這邊是不是有 這個 PSN Correlation 它自己寫的喔 我改Sperman 它是不是自己換成Sperman Correlation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 我們這一題練習題 並沒有要為難大家 我們只是想說 你是不是有能力 一眼就看出來 其實要改的地方非常少 然後 在哪裡改 如果你 覺得非常的輕鬆的話 那代表你對整個 Shining App的 這個 就是它的 整個 就是 資料在裡面 它是怎麼運算的 你應該是非常了解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 上到這裡 你們快要再練習一下 因為前面那個 Random UI 跟UI output 它是一個重要的功能 呃 其實你有了它以後 你根本都不需要 Conditional Panel 對不對 但是 而且它的功能顯然是更強大的 好 那我們來 這個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重點啊 首先就是 我們交了非常非常多的 控制元件 對不對 多到我們根本沒有空 去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demo一次 這樣懂我意思了 以後我們要寫的 我們以後要寫網頁的時候 呃 呃 你需要用什麼的時候 你再去找它出來用 這樣懂我意思了 第二個是 上傳下載功能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非常特別 這跟其他的控制元件很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功能 我特別單獨教 好 第三個 Random UI跟UI output 這個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 然後接著 UI模組啊 UI優化 這個都沒有那麼重要了 好不好 呃 這個我們下一節課的時候 我們會教更多 就是包括 欸 你現在只會那個 你現在用的很熟的 只有那個Page with Sidebar Panel 對不對 就那個Default很醜的那個 這個物件 然後你也不會開分頁 你應該發現 我們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 Show的那個 它有分頁對不對 我們 它其實還有非常多 這個UI 讓它變得更漂亮的功能 我們都還沒有教 我們下一節課會教大家那些東西 好不好 所以說這個 呃 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